我们还要学会数字的检查 数字你至少要检查几件事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数量 有没有符合超市的数量资料分布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数字的资料清理 是在清理是在检查这件事 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选到整个这个数量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他这边2016版以后才提供的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直方图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先选到整个数量 二差不多 三建议图表 四这一张 这是经过盘序 经过盘序 先介绍这个观念 请问一下这个意思是指什么 1.72到2.08 其实简单的说 他就是买两项的 有在这一万笔资料里面出现多少次 出现2,392次 这个呢 4.96到5.32 那就是买五项 总共有1,216 那我们看左边这个 2,372项 稍微放大 放宽一点 这个是2.8到3.16 也就是买三项的 在这里 请问一下 这边虽然它还是有那个分布 但是这边数量都很少 所以你去超商买东西 大致上买2到4项居多 就是这张图告诉我们的事情 透过这个分布的检查 知道我们资料的一个特性 大部分都是弱在这边 这个是两次 这个是三次 2.8到3.16 这就是三次 所以买两项跟三项的 就已经超过了50% 所以请你们要学绘画这种分布图